教育不能沦为生意 这是一个社会的底线 6月1日 作业帮、原辅导、新东方、学尔斯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 因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被市场监管部门顶格处罚 合计3650万元 这是近几年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处罚 处罚的背后是学生家长越来越焦虑的心态 孩子们越来越忙碌的身影 以及越来越高的社会关注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砍剑财经 在那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中 不参加培训 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在夸大的焦虑当中 他们用一个谁也看不到的未来 成功地激起了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于是到了周末 孩子各种兴趣般应接不暇 一节接着一节 孩子在疲惫中过完了周末 家长也身心疲惫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为此付出巨额的金钱 那么家长敢让孩子停止报班吗 我想没有多少家长敢给孩子摁下暂停键 因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钢琴 英语 数学 舞蹈 马术 等培训班 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参与 那么就真的输在了急跑线上 家长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的焦虑正是很多培训机构 想要看到的结果 一节三四百元的钢琴课 动辄数万的夏丽莹 教育机构把家长和孩子的大方 当成了财富的源泉 诱导家长贷款 购买课程 已不是哪一家的专利 销售话术上的焦虑打法 已经变得无往无利 除此之外 夸大教学效果 诱导性续费已经成为常态 一位曾在两家在线平台 从事电话销售的人士 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说 如果不推销焦虑 那么焦虑就是我自己 撇开校外培训机构 我们以A股工考教育龙头 中工教育为例 疫情期间 中工教育曾推出一项理想学的项目 在对项目的宣传中 中工教育的工作人员声称 零元就可以入学 考试不过不收费 在这种噱头的诱惑下 有不少想考公务员的年轻人 报了该项目 但很多学员很快就发现 该项目背后实际是一种分期贷款 当有学员要求其退款 并撤销分期贷款时 中工教育的做法是以种种理由 拖延退款时间 因为报名费数额较大 有些学员未能按时还款 还上了真信 尽管这样 实作俑者中工教育 却未受到任何惩罚 他还受到了投资机构的青睐 成年人的培训尽管如此 学生的教育就更加可想而知 这几年教育机构越来越多 很多人正是瞄准了家长为孩子不得不投资的这种心态 于是这些教育机构把教育做成了一门生意 翻一翻教育类上市公司的财报报表 你就知道这几年培训机构有多火 好 未来 学尔斯2017年收入10.43亿美元 2018年收入17.15亿美元 2019年收入25.63亿美元 2020年收入32.37亿美元 2021年收入44.96亿美元 京东方2017年收入18亿美元 2018年收入24.47亿美元 2019年收入30.96亿美元 2020年收入35.79亿美元 中共教育2017年营收40.31亿美元 2018年营收62.37亿美元 2019年收入91.76亿美元 2020年营收112亿美元 上述的公司还只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冰山一角 艺术类培训费用则更加昂贵 以钢琴培训为例 目前市场一节钢琴课的价格 普遍在200元至400元 而一架钢琴的价格也普遍都在1万元以上 钢琴培训市场的繁荣带动了整个乐器销售市场的繁荣 目前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钢琴生产国和消费国了 但你能想象作为钢琴最大的消费国 那些钢琴音乐会参加者却寥寥无几 实际上我们揭开钢琴培训的面纱 音乐没有培养孩子优雅的灵魂 钢琴考级却成了绕不开的弯 父母的无知与攀比成为了孩子学钢琴最原始的动力 而培训机构则把考骑当成了唯一的目标和招牌 最后的结果是 集考的很高 但孩子也差不多忘了完整的钢琴曲应该怎么弹了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 是开发你的内心 但是贴在教育机构身上的标签 却是虚伪夸大和诱导